哈喽大家好,我是蒙川 欢迎收看七连汪人物志 今天终于轮到大家期待已久的 加赫天南 加赫跟铜锦一样是阿光学校里的学长 为人放荡不羁,处事不拘一格 不管是围棋、降棋还是念书 都有着很不错的生机 看似狂妄自大哦 但其实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 都能得出正确的评价 完美体献出什么叫做自信而不自负 兼具帅气的外表 爽朗的性格跟强大的实力 让他即使出场不多 依然获得了极高的人气 在第一次人气投票中 就取得了第二名仅次于左围 而在第二次投票时 即使已经没有再出场了 依然还是取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绩 毕竟在这部下围棋的漫画中 这位围棋下得很好的将棋社社长 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存在 哭天妙妙师曾经在跟棋社座访谈的时候 携带了漫画的单行本 向对方介绍麒麟王 但当时用的却是加赫当封面的第五卷 导致别人以为这是一部讲述讲棋的漫画 最后花了好大的功夫才解释清楚 而这名角色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莫过于是他那个略为悲伤 又有一点点无奈的童年经历 所以这支影片 我打算从加赫的个人魅力 他与童景的关系 以及他的童年经历三方面来解析这名角色 如果你也喜欢加赫的话 请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内容哦 正如我在影片开头所说 如果让我评价加赫这名角色的话 我认为他是自信而不自负 在麒麟王中实力强大的角色多不胜数 但有些人会因为信心不足而导致表现失常 有的只会自视国高 所以变得性格扭曲 在一众年轻骑士当中 我认为加赫是最没有明显性格缺陷的一名角色 首先要知道加赫他是一名全方位型的天才 不只是围棋和将棋 在学习方面的成绩也是一流的 加赫的围棋实力在中学生里算是非常的突出 唯一的败基只是输给了海王的前主讲 就连祈愿的老师看到加赫跟阿光的祈福也说 这孩子下得还不错 但最恐怖的是 他的围棋可是到了小学阶段就停止了学习 事隔了那么多年 比起那个时候是进步还是退步也不好说 但这么久没完也能吊打一堆人 我想说他是天才应该也没人会反对吧 可惜的是他当年遇到了哪个人 而他最擅长的就是他最矮的将棋 他在故事中多次强调自己的将棋实力比围棋要强得多 在看看阿光买茶杯的番外篇中则掉落满地的奖杯 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棋实力在同龄人中绝对是最顶尖的 从他丝毫不在意奖杯被打破这一点 就可以猜到他可能已经是拿奖拿到手软 并且也能看出他其实不太在意别人的评价 并有较为自我中心的特质 而在念书方面因为这部分不算太重要 所以被动画省略了 但其实在阿光准备推出围棋设的时候有提到 他跟童井在三个月后就要进行高中五学考试 并且表示自己不管念不念书都考得上 也让童井忍不住吐槽 明明是考同一所高中 实力却相差这么多 从以上这几方面我们就可以知道 佳赫他就是那种 不管是玩还是念书都不用付出太大的努力 就能拿到超好成绩的别人家的孩子 拥有这么强的天赋让他从小就培养起非常良好的自信心 但最难得的是当他遇到比自己还要强大的对手时 依然能坦率地承认对方的实力 这是非常可贵的一点 佳赫出登场是野来中学小情园游会的时候 他在大脑一番后跟阿光玩了一个猜棋子在哪只手的游戏 左威那时候就说感觉到他的好胜心非常强 当然阿光也是一样 在阿光猜错后 佳赫并没有以此刁难他 反而是欣赏阿光他勇于挑战的胆量 在后面的对局中 左威对佳赫的评价则是 虽然没有他是那么厉害 但下的每一步棋都很有意思 想赢他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还是想跟他多下几手 不过就因为左威的这个想法 让棋局产生了一个小意外 阿光一时分心吓错了 导致左威再怎么枪也没能反白为胜 但佳赫也没有因为那个失误而侵蚀阿光 反而是见识到后面的顽强抵抗后 肯定了阿光的实力 到了大赛那边 在第一回合 佳赫因为拿着王将的扇子 被人发现他是讲骑射的人 所以对手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但佳赫却十分有自信地拿扇子戳着对方的额头说 十分钟就能把你解决 还挖着鼻孔说 对手一看就知道很弱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结果就真的是十分钟解决了对手 还要求他大声重复一次忍输的宣言 简直是甩呆了 到了第二回合 佳赫照样是秒杀了对手 而且还像对手的老师连鼠目都不会 不管怎么样 最后赢的也都会是自己 两局下来 佳赫虽然都展现出他狂妄自大的一面 但其实这一连串的表现 都间接于他自身的强大 以及能够看清对手实力的眼光 所以在决赛时 他输给了海王的主将后 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 而是坦率地承认 海王的主将比自己还要强 纵上所述 我认为佳赫他充分展现了 什么叫做自信而不自负 我相信这也是他如此受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 当然啦 我说佳赫的性格没有明显缺陷后 肯定会有观众会说 啊不是啊 他在一开始听到塔什亮的名字后 不就情绪失控了吗 这个我放到后面再讲 接下来 再说说他和童景之间的关系吧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佳赫出登场的时候 在园游会的围棋设摊位上 童景给阿光出了一道号称 答对了就有跟他是一样实力的题目时 佳赫出现在了阿光身后 并瞬间解决了这道难题 但他答题的方式 却是用吃过的口香糖粘在答案所在的位置 其实动画对这一部分进行了修改 因为在漫画中 佳赫是把抽过的烟直接烫在了棋盘上 比起动画是恶劣了不少 好孩子请记得不要抽烟哦 佳赫一边破坏棋盘一边说着 讲习要比围棋有去一千倍 根本就是一个故意过来找茬的八加九 但他本来应该只是想来关心一下 童景的状况而已啦 童景跟佳赫很久之前就已经认识了 从童景知道 佳赫跟塔什上过同一所围棋教室 曾经求他一同参加围棋大赛 佳赫经常来围棋设探望童景 而话不说就动手巴他的衣服等等各方面 就可以知道他们两个有着不前的交情 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关系还不错 佳赫才会得寸进尺做出这种恶劣的行为 其实佳赫对童景的关心程度 可能远远超乎了你的想象哦 所以接下来就来盘点一下 佳赫跟童景两人之间的互动吧 首先当然就是原优惠这边 我觉得佳赫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 总不可能是刚好路过吧 肯定是想探望一下围棋才会过来的 而且为了帮助围棋的围棋社被学校承认 他才会拉上阿光一起参加围棋大赛 说什么见识阿光的实力只是顺便的而已啦 再来就是围棋大赛的时候 本来参加比赛就已经达成了他们最初的目的 但在第二回合围棋输棋后 不甘心地跑去上车所时 佳赫看着围棋失落的背影 为了不让他伤心决定帮助他取得冠军 然后就骗阿光说赢不了的话 学校就不会承认围棋社 相比起漫画里的表情 动画中的佳赫则是显得既真实又诚恳 不知道有没有人当初跟阿光一样是上当了呢 最终阿光开启外挂反胜对手 童井得知结果后也感动得哭了出来 不得不说佳赫为了同童井开心也是不遗余力啊 而且佳赫平常虽然经常嘲笑童井的棋力 但在决赛前的关键时刻却依然选择相信童井 并且对他说 他根本不需要书本 让童井在跟海王对决时能拿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紧咬着对方 并抓住机会反败为胜 然后就是在学校里佳赫被殉导主任追赶的时候 也是第一时间逃到他最信任的童井身边 在这时就提到了 童井跟佳赫考的是同一所高中 要知道 佳赫的念书成绩是比童井好很多的 可以选择的学校肯定也会有更多 但佳赫最后却还是跟童井选了同一所高中 原因是什么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而佳赫为童井所做的最棒的一件事 就不得不提到漫画第十八卷中翻外篇的故事了 如果你是早就看过漫画的朋友 也可以留过这部分直接跳到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来为大家说一说 这篇以佳赫为主角的翻外篇吧 时间发生在 阿光跟小明他们已经成为三年级的第二学期 佳赫受到蒋奇社顾问的邀请回夜来中学 指导学弟们 而在这个时间 围棋社的大家为了准备升学都退出了社团 就只剩小赤一个人重新出发 他为了招募新的社员再派发传单 只是效果好像都不太好就是了 传单都被揉成一团丢在地上 有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如果是小明来发的话 肯定不会被扔在地上 看着走巴巴的传单 小赤虽然失望 但也并没有灰心 决定回理化教室洗妻子 迎接随时上门的新人之时 却发现早就已经有人在教室里等待着他了 右边这个对围棋社有兴趣的 就叫他死不了了 然后左边这个没毛连在一起的人 就叫他两... 呃...叫他...叫他... 叫他降棋社员好了 看到坐在教室中间的两人 小赤兴高采烈地问他们 是不是想加入围棋社 却被对方反问说 啊现在不是活动时间吗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在说出围棋社现在的中心后 更被一旁的将棋社员大声嘲笑 史布本来是听说 学校有职业棋士才会过来 但得知围棋社现在只剩小赤一个人后 就立刻失去了兴趣 并表示如果小赤比自己还弱的话 就更没意思了 小赤当然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让他下一局试试看 并高兴地表示 如果自己比较强的话 史布就会加入围棋社吧 而在这天回到学校的家贺 第一时间并不是去找蒋棋社 而是来到了 同景一首创立的围棋社这边 如果这都不算爱的话 围棋社这边 小赤他们已经分出了胜负 我们的小赤不仅继承了 同景学长的精神 就连他的围棋实力也是祖传的 轻易地输给了一年级的学弟 还被对方嘲笑说 学长你才这种程度 亏你还能这么热动于围棋社啊 在旁边的将棋社员 还起哄说 干脆让史布当社长还比较好啦 目睹了整个过程的家贺 忍不住跳了出来说 史布是五十步笑百步 见识到小赤惊人的实力后 更是直接说出 围棋社这笑完蛋了 小赤不甘示弱地反驳说 跟你没关系 家贺则直接表明了 自己在三年前 可是担任大赛主将的人 还说自己其实也懒得多管闲事 等一下 如果你真的懒得多管闲事的话 也不会来这边吧 总之 家贺的这些举动 让小赤产生了误会 难道 你就是那位独立创立围棋社的 传说中的童井学长吗 传说中的童井学长 听到这句话的家贺 感动得泪水之溜 希望童井也能轻而听到 而小赤看到这位童井学长 也羞愧地向他道歉 因为围棋社在他的带领之下 又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探完的家贺则是顺势 卯充其童井 帮助小赤招募新社员 要求死部跟他下过一局后 就加入围棋社 小赤本来想趁这个时机 找小明他们来看看这位童井学长 却被家贺阻止说要把握好 这个难得的机会仔细看着自己 虽然表情跟台词都很帅气 但其实你只是不想被人揭穿吧 就这样 棋局开始没多久后 家贺的气势就瞬间压倒了对方 让小赤在心中感叹 童井学长真的好厉害 就是因为有他 才诞生了夜来中学围棋社 也是因为有他 景藤学长才能成为职业棋士吧 家贺秒杀了死部后 就要求他加入围棋社 并且不负责任地表示 如果觉得人少的话 那你就去多拉几个人啊 不过这些说辞到了小赤的耳中 都变成了童井当初创立围棋社时 屡历的表现 深受眼前这位童井学长感动的小赤 为了让实部答应入社 表示自己会让出社长的位置 再一手包办 发传单跟贴海报这些杂物 实部最终也被小赤的诚意所打动 答应加入并且会帮忙找新的社员 而家贺为了围棋社能参加大赛 顺便游说旁边的讲棋社员 知道他是讲棋社的人后便提出 自己跟他下讲棋 如果赢了的话 他就要加入围棋社 自私身高的讲棋社员 觉得跟围棋社的社长下讲棋很有意思 便高兴的说要马上去拿棋子过来 却不知道接下来的这局 大概率会成为他讲棋生涯上的梦魇 等一下小鬼 忘记告诉你 我的棋子 刘梅洛就够了 他们这天的故事 在家贺的把棋宣言下结束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不用我多说 大家也能猜到了吧 小赤在隔天回到学校后 兴奋的跟小明说 同景昨天来过围棋社 并在他的帮助之下 成功招募了两名新成员 小明他们本来想跟小时 讨论同景温柔的一面 却被小时反驳说 与其说他温柔 倒不如说他酷毙了 更夸奖他的棋力士 强得没话说 让一旁的山谷跟阿光 是听得一头雾水 就这样 家贺的番外篇就此结束了 就像当初 阿光在输给家贺后 答应参加大赛那样 同景创立的围棋社 在家贺的帮助下 再次抽齐了三人 这段故事 除了展现出家贺 强大和帅气的一面 最重要的是 体现了同景在家贺心中的分量 家贺一定也是不希望 同景创立的围棋社 就此没落 所以才会忍不住出手相助 虽然家贺在一开始的 恶劣行为真的很糟糕 但整体看下来 家贺绝对称得上是 同景最好的朋友 不知道有没有观众 是特别喜欢这对CP的呢 如果想更了解 同景这名角色的话 也可以去看看 我上一期做的 同景人物质 那么接下来 就要谈一下 家贺他那些 恶劣行为的起因 聊聊他的童年经历吧 我们都知道 家贺是个天才 像他如此厉害的人 父母自然是 从小就喜心栽培 很早就带他去围棋教室 学围棋 而在动画中 没有提到一点的是 他当时想玩的 其实并不是围棋 而是讲棋 只是受他父亲所逼 所以才会去学围棋 家贺的爸爸 是很典型的怪兽家长 不只强迫小孩 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而且还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 威胁家贺说 要是没办法赢过塔斯量 就别想回家 所以说 生小孩真的要考执照啊 而家贺就算承受着 如此沉重的压力 在塔斯量的面前 依然是信心十足 表示现在的确是塔斯比较强 但之后一定能够超越对方 而目睹了 家贺跟他父亲 谈话过程的塔斯却说出 我输给你好了 这样的发言 明明家贺一直以来 都把塔斯当作竞争对手 但塔斯却从来都没有把 第二名的家贺放在眼里 这样的行为 狠狠地伤害了家贺的自尊心 他们这场对局 最后是由家贺获胜 只是面对这样的结果 家贺已经开心不起来了 而他的父亲 后来也明白到 只要有塔斯的存在 家贺就无法取得第一名 很干脆地要家贺放弃围棋 家贺恨透了他们这种 完全不尊重自己想法的态度 他父亲的做法 更是完全扼杀了 家贺的围棋天赋 所幸的是 家贺最后还是能够 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并且得到了很不错的成绩 其实我十分明白 家贺讨厌塔斯的理由 但我觉得这也不能 完全怪塔斯 应该说他是一片好心吗 他也是想让家贺 回去能有个交代 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只是年纪还小 不懂得人情事故的他 却因此伤害了家贺 并恳然不知 所以说塔斯名人 不让他去参加业余比赛 真的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不过就此蒙上了 童年阴影的家贺 在园游会上 听到童景提到塔斯的名字后 还是产生了剧烈的反应 但我觉得这样的安排 其实只是 麒麟王前期为了 推进剧情所做的夸张表现 家贺在大赛上 看到塔斯本人 也没有发任何的脾气 得知阿光耀追随 成为职业骑士的塔斯 去考院生后 也没有气得当场把杂志撕烂 而是鼓励阿光 去追寻自己的目标 我想家贺应该 已经把这件事情放下了吧 麒麟王距离第一次播映 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0年 当初看麒麟王长大的孩子 很多都已经成为了爸爸妈妈 不知道家贺的故事 有没有让大家学习到 尊重孩子意愿的重要性呢 家贺真的是一名很帅气的角色 不论是性格 外貌还是实力都非常的讨人喜欢 库天老师也说过 比起当其他人的配角 家贺其实更适合当主角 这点看他在番外片中的表现就能知道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家贺这名高人气角色 才会早早的在齐麟王中退场 不过这样的他倒是更加帅气了 不是吗? 不知道你对这名角色有怎样的看法呢? 你觉得家贺跟童景之间 除了友情之外 还会有其他的感情吗? 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的影片 也可以请你帮我按个订阅和喜欢 支持我创作更多的影片 那我们下次再见